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但是呢 很多人他不在乎睡眠的姿势 如果你觉着选择什么样的睡觉姿势不重要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睡觉姿势不当会惹出一身毛病 睡姿正确甚至能治病 我曾经也分享过一篇 如何教你用佛陀的吉祥物去睡觉 收到很多师兄的留言 其中有几位就说 从看了那个视频以后呢 就改变了睡觉的姿势 现在可以说是身心健康 睡眠质量都有所提高 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的呢 是三种最伤身体的睡姿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 妄念纷飞 晶云云 梦分几种 体弱会多梦 或者人的灵感 有些可能是护法神的预告 也有些是鬼神的打扰 另一些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梦其实也是自己没有养成良好的睡姿习惯 而造成的 很可能就是采用了修罗沃 畜生沃 恶鬼沃 等一些不如法的姿势 心里没有护持正知正念而造成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三种对身体伤害最大的睡姿 第一种修罗沃 就是养沃 养沃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一种睡姿 头部放于枕上 两臂之一身体两侧 两腿自然伸直 这种睡姿其实是一种阿修罗的像 阿修罗又好打不平 斗争心很重 用这种姿势的人呢 欲望很强 在睡梦中 常与人发生斗争 不安宁 在佛教看来 脸朝上仰沃 一身贪心 有了贪念之后 欲望就会越来越重了 烦恼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 畜生沃 就是左侧沃 左侧沃是指 左手压枕头 右手搭膝盖的一种睡姿 此名畜生沃 这种睡姿对生理来说并不好 因为心脏在左边 压着心脏睡觉是不健康的 并且会引致多梦 在佛教看来 左侧而沃 增长痴心 痴心太重了 就会偏执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不管不顾 最终也逃不过因果 第三 恶鬼沃 也是腐沃 从生理来说 腐沃睡眠 是睡眠过程中的一种人体姿势 也就是趴着睡 这种腐沃味的睡眠方式 不但容易压迫内脏 使呼吸不畅 对生殖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年轻人危害是最大的 儿童若喜欢腐沃 可能肚子里有蛔虫 成人若是腐沃 世俗人说运气欠佳 要多留一水 佛教说这种睡姿 是恶鬼相 脸朝下俯卧 一发称心 称恨心起 就可能会做出很多 伤害众生利益的事情 一点称心火 能烧功德灵 可见 称恨心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倡 佛教最健康 最具功德的睡姿 就是 狮子吉祥卧 这也是佛祖涅槃时的姿势 这种睡眠姿势 不但可以使身体安稳 不做噩梦 不生烦恼 而且会生广大智慧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狮子吉祥卧的正确姿势是 身体向右面侧卧 两腿合拢 微微弯曲 左手轻放在大腿外侧上 右手拇指伸开 把右手大拇指放在耳垂后面的挖线中 食指和中指贴着太阳穴 无明指小指自然分开 腹于头侧 左肘弯曲贴近胸肋 腹枕而眠 按照现在生活来讲 右侧而握 也是有它科学依据的 我们的肠胃的胃 它的口在右边 可以把胃里面的东西 都顺着这个口到肠子里去了 不会积在胃里面 会使肠胃更加通畅了 可见 佛教中的狮子吉祥卧 在人们生活中 也是最好的一种姿势 最重要的是 狮子吉祥卧不仅有助于睡眠 而且这种睡觉的姿势 在梦中还能积累功德 有关经典中记载 狮子吉祥卧有四种功德 第一 睡时身体非常放松 不会因散乱而产生不如法的念头和行为 二 睡时不失正念 不会忘失修持善法的正念 第三 不会 陆于酣睡 深度昏迷之中 而是处于 清明而觉醒的状态 第四 不会做噩梦 而会经常做吉祥梦 清静梦 还有就是 睡前三种方法 可以安神 助眠 我们在睡觉前呢 首先要做到 不把白天的烦恼带到床上 内心放下万元 思想要专一在正念上 在三个正确的念头中选择其中一念就可以了 第一就是念佛 佛是觉者 若把万元放下提起一句佛号 烦恼自然消失 所讲 鸡来吃饭 困来眠 二 念法 法是正确的意思 凡夫思想观念不正确 往往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情 便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连睡觉也在想 导致失眠 产生身体的毛病 精神困扰 身心不安 依法 既是以正确的观念 来打破人我执着 自得安详 第三 念僧 僧是清静意 无论什么声色 香味 触法 摆在眼前 心都不被污染 虽是同流 而不合污 内心自有定力 八风吹不动 这就是清静 僧心 希望大家呢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知道 睡觉的姿势 对我们有多重要 从今天开始呢 不妨试一下 首先 就是睡觉之前 最好 你抽出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静坐 并且念佛 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采用吉祥卧的睡姿 心中默念佛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躺在床上 不能出声念 一定要默念 否则会伤气 然后 你会很快的就露睡了 整夜没有噩梦 醒来以后头脑清楚 身心安宜 非常的喜悦 第二天的 整个的一天呢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饱满 希望大家都去尝试一下 都能在这个视频中受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